乔俊许仲康 大魏武魁首 横勇爵怀辱 雄义振九州 非是催寇丹 壮丽婉双牛 魏良战梦气 天下之虎侯 在曹魏阵营中 徐楚以屡立超群 永无赶战而威名远扬 被曹操称为虎后 此无凡快也 并任命其为虎坟护卫军的首领 他与典威两人都是曹魏大军中少有的超级猛将 能与蜀汉五虎相抗衡 那么 依徐楚的实力在三国武力排行榜上能够名列地计 他又曾经遭遇过哪些劲敌猛将呢 被广大三国民们比较公认的是 巅峰期的吕布是三分时代的最强者 武力排名榜上的头一位 天下第一帅哥 天下第一武艺 还拥有天下第一宝马赤兔火龙鞠 正所谓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如虎天翼 横勇无敌 独立巅峰而雄傲天下 吕布之下还有几位猛将 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忠 徐楚 典威 严良 文丑 这九位通常被称为超级猛将 他们的武力值和战斗表现 相对于其他武将明显要高出一个层次 依徐楚的实力 毫无疑问足以跻身于前十名之列 具体能排到第几名 咱们需要根据他的历次战斗表现来细细分析 徐楚vs吕布徐楚经历过的劲敌还是蛮多的 濮阳之战时 徐楚和吕布曾经在两军阵前有过一次交锋 曹操征伐徐州 吕布超了他后方的眼周 曹操率兵回旧 在濮阳城外与吕布摆阵对峙 吕布出阵诺战 曹军中徐楚出马赢敌 都二十和 不分胜负 通常情况下 这个不分胜负往往需要的回合数比较多 起码也得三十和开外了 二十和就说不分胜负比较勉强 只能说徐楚勉力招架支撑 果然连关战的曹操 都感觉到了徐楚的处境不妙 吕布非一人可胜 立即派上点为助战 两元猛将一起联手加攻 尽管如此 仍然没有胜算 随后又六将其出 对吕布进行围殴 通过这场战斗可以确定 徐楚与吕布之间的差距 还是非常巨大的 徐楚vs张飞 徐楚和张飞也有过三次交锋 但情况都很不妙 完全被张飞碾压 柏林渡口 张飞拦截曹军败军 正与徐楚便来交锋 徐楚不敢恋战 夺路走脱 葫路口伏击 张飞阻击曹操持比败兵 徐楚其无安马来战张飞 张辽和徐黄也冲上来驻战 仍被张飞打退 曹操回看中将 各自带伤 包邪道上张飞结两 正好又遇到最久的徐楚 徐楚敌不住张飞 战不属和 被飞一毛刺中肩膀 翻身落马 徐楚屡屡被张飞按在地上摩擦 仅仅以运气不好为理由 是很难解释的 只能说战斗风格上有相克之处 徐楚对张飞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忌惮 心理上存在着阴影 张飞就是他一生的克星 徐楚vs关于徐楚和关于有过一次交锋 就是在土山之战中 刘备张飞偷袭曹颖失败被打散 关于独守下批被围 下侯敦将关于又出城外 徐楚 徐黄两将从两边杀出 截住关于归路 关于奋力杀退二人 当然按照曹操的计划 这次战斗行动是困住关于 争取他投降 说之可也 并不打算杀掉他 所以徐楚和徐黄在战斗中不能伤了关于 在束手束脚的情况下 不可能全力以赴拼死作战 为保障自己安全 两将被关于打退也不奇怪 但也说明一个情况 无论徐楚还是徐黄 仅凭一人之力是无法阻住关于的 只能两人合力 通过这场战斗 我们可以确定 徐楚的武力值低于关于 徐楚vs严良徐楚与严良之间没有直接的交锋 但是通过徐黄可以判断出两人之间武力值的高下 曹操写天子群臣迁都许昌的路上 遭到徐黄的拦截 曹操派徐楚出战 两将刀斧相交 战武士愈合 不分胜败 而在白马坡之战中 严良连斩曹军两将的情况下 徐黄伦府迎战 与严良战二十合 败归本阵 曹军诸将力然 无人再敢出阵 通过两场战斗的相互比较 徐楚和严良之间高下利剑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徐楚vs赵云 徐楚与赵云有过两次交手 都是阳山之战中 第一次是两军阵前的单挑厮杀 徐楚出马 赵云挺枪接战 二将相交三十合 不分胜负 第二次是刘备率部在夜间撤军 遭到曹军伏击 徐楚率兵追击 与赵云立战 随后 于晋 离殿诱导 将刘备与赵云隔开 次日刘备遭到高篮和张和的前后堵截 赵云突然杀到 枪挑高篮 有三十余和杀退张和 通过这两场战斗看 在两军阵前堂堂正正的厮杀的情况下 徐楚和赵云能够在较长时间内战成平手 但赵云能够从徐楚 于晋 离点三人包夹中从容脱身 至少说明赵云的防御力极其强悍 以徐楚的攻击力 还没有任何机会能够伤到赵云 也就是说 如果两人对战 赵云将立于不败之地 取胜只是个时间问题 徐楚vs马超 徐楚与马超 有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旷世之战 就是为桥边罗伊斗马超 在这场战斗中 两人联斗三局 第一局是斗了一百余和 胜负不分 第二局换马再战 又斗一百余和 不分胜负 第三局徐楚卸去盔甲 偶伊出阵 又斗到三十余和 徐楚起刀斜枪 折断枪杆 各拿半截再马上乱打 从这场战斗来看 徐楚是超水平发挥 倾尽全力奋战 而马超则始终全装灌束 从容应对 在境界上就要略胜一筹 徐楚vs点尾 徐楚还与点尾有过一次交锋 是在葛碑之战中 徐楚那时候还战身魏王当土匪 擒住了黄金军的首领和宜 点尾来要人 与徐楚发生冲突 两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从臣至武 不分胜负 稍息后再斗 直战到黄昏 各因马法暂止 从这场战斗来看 徐楚和点尾力量相当 同样汉勇 武艺也不相上下 可以视为武力 直在同一水平线上 差距甚微 但徐楚的战绩 比点为要好 斩将率要高很多 徐楚vs黄中 在蜀汉武虎上将中 徐楚唯一没有交过手的 就是黄中了 由于黄中出场时 就已经是年近六寻了 虽有万夫不当之勇 但终究老将不以筋骨为能 体能下降 事物增多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我们记得 马超兵范家蒙关时 刘备与诸葛亮商议对策 提到了关羽 张飞 赵云 却独独没有提到黄中 可见在当时情况下 黄中已经不足以应得如此劲敌了 比较为水边大战马超的徐楚来说 黄中当稍逊一筹 徐楚vs文仇位居袁绍麾下 和被四庭柱刺喜的文仇 也是一员猛将 他比较出彩的两场战绩 一场是盘河之战中追击公孙赞 遇到初出身的少年赵云 大战五六十和 胜负未分 另一场是严金杜以敌二 射到张辽战马 又与徐晃大战 徐晃料敌不过 拨马而回 但我们分析 当时张辽坐骑被射到 翻身落马 文仇策马回来 徐晃急论大幅 解读厮杀 主要还是为了救下张辽 这个时候文仇 后面军马起到 徐晃却是独立作战 料敌不过也属于战场因素 从战斗成绩上来看 文仇有过两个斩获 一个是关纯 一个是公孙赞麾下的无名剑将 他的杀伤力并不如徐晃 通过以上各场战斗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三国武力排名榜上 徐晃能够排在第七 八名的位置上 在他前面的还有吕布 张飞 颜良 关羽 赵云 马超六人 徐晃与点围的武力值相当 略胜于黄中 文仇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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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